胡适出轨表妹曹长英细节,想不到儒雅胡适也会做对不起老婆的事。 作者,肖家老大西装教授胡适与小小女人江东秀的婚姻,被称为民国七大骑士之一。 张奈玲对这样的骑士很好奇,就去胡教授家探望,回来后说, 她太太带点安徽口音,专利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,两手家握着站在当地,态度有点生涩, 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世之先生的学生,使我立刻想起独到的关于他们就是婚姻含有的幸福的例子。 胡适的老家,安徽济熙上庄于江东秀的老家,安徽经德江村只隔着一座大山, 两家沾心带骨,有一年,江东秀的母亲到寄希望穿胡适的姑婆家看太子会, 民间一种祈福一世,时,一眼便看中了眉清木秀的胡适, 于是,拉着胡适的姑婆说,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江东秀许配给胡适, 虽然胡,江两家都算是官坏人家,但当时胡家几经败露, 而江家仍然旺盛,在家上江东秀比胡适大一岁,因此,胡家本不想截这门亲, 可江家都已经托本家叔叔上门来说亲了,胡家不好待聚。 另外,算命先生算出两人八字相合,说是罪宜婚配, 由是,胡家便应成了这门亲事。 订婚后,胡适先去上海后,又去美国读书,开始他还与江东秀通过几封信,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,是越来越少而谣言, 是在江村和上庄越传越多说是,胡适娶了外国的杨婆样,都会回来了。 江东秀坐不住了,也顾不得没过门媳妇的脸面有事没事, 就到上庄胡家,来帮婆婆做家务,江东秀的苦心得到了胡母的积赏。 他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催胡适回来结婚,胡适虽然实在不想截这个婚蛋, 却是各手孝道的人为了不让母亲大人失望。 他以一种舍身的精神在二十七岁那年回到了安归。 这年冬天胡适和江东秀结婚了,胡适在新房门上自嘲地贴了一副对联上联, 三十夜大月亮下联,二十七老新郎在时兴早婚的辉州。 婚后,江东秀是奉公婆,孝顺得体,虽然他很能忍, 但也绝非老实可期,熟虎的他,终于将熟兔的胡适管的一生都没有了脾气。 1918年冬,江东秀从老家来到北平与胡适共同生活, 一个小脚女人,大字不识几个,从乡下来到京城, 还走进了文人堆里,照理说应该怯懦,或者说畏畏缩缩才是, 但江东秀却没有,他反而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, 与京城的一帮子作家教授打交道, 他不造作,不虚伪,完全以本色使人,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 1923年秋,胡适到杭州疗养,江东秀不放心胡适的起居生活, 特意写了一封错别子连篇的信给表妹曹成英, 托他帮忙照顾一下表哥的生活。 曹成英是他与胡适结婚时的伴娘,此时正在杭州读书, 让江东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,杭州的风花雪月, 让表哥和表妹掉进了西湖的温柔乡里, 问世间情为何物,只要人生死相许, 两人瞒着他,做了一对要死要活的鸳鸯蝴蝶。 江东秀的知词事后,终于发威,老胡适刚回家他便一声, 虎啸,搬断喝吧,毫无准备的胡适下猛了到底是知识分子反应快回过神来当即抵赖死, 不认账并做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事, 冤枉好人江东秀也横了脸说, 半斤压子四两嘴,你至今还嘴营你成心要娶你表妹就将我娘俩先杀了, 他手里正抱着哭的小脸通红的儿子, 胡适这时也犯了酱脾气, 别拿死呀活的吓唬人有本事你就, 话还没说完只见江东秀从桌案上, 抓起一把材质刀高举过头对着儿子, 不如我先杀了他再自杀,省他, 我娘几个爱着人家讨小老婆, 胡适顿时下得脸都变了似大喊, 东秀你可别胡来东秀, 你别乱来呀,江东秀哭着说, 就让我娘俩子给你看。 虽然经此一劫,胡适与曹成英并未就此收心, 他们仍保持着通信联系, 尽管他们刻意避着江东秀, 但曹成英的一封信, 还是不知为何落到了江东秀手里, 信中说, 我们在这个时期通信, 很要留心, 弥格曹对胡的昵称, 在这里让我喊你一声, 亲爱的, 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, 江东秀听人念着, 简直气疯了, 他将胡教授从床上拎了起来, 打开大门, 面对四合院里的左邻右舍, 大喊大叫, 你这个大学者大门豪像什么话, 人闲人五人六的, 背地里烟花惹草, 吃着碗里的, 大着锅里的, 你让大家平平理, 这么肉麻的信是人写的吗, 弄得胡适脸上轻一阵紫一阵, 江东秀并没有就此放过曹成英, 后来, 曹成英在四川谈了个男朋友, 有一次, 江东秀在麻将桌上, 正好碰到了那个男朋友的表姐, 他便将曹成英骂了个狗血喷头, 表姐赶紧回家叫表弟退了婚, 曹成英受不了这个打击, 跑到峨眉山要去做尼姑, 江东秀的大明和胡教授, 怕老婆的新闻, 就这样同时传了出去, 那些在家受气的太太们, 纷纷来请她拿主意, 梁石秋为了去新派小姐, 要与原配成继书离婚, 成继书哭着来找江东秀, 江市拍案而起, 鼓励城市打官司, 还自愿出庭作证, 最终梁石秋败诉, 此案轰动精华, 江东秀的名气一时不让大学者忽视。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林离了原配太太后, 准备迎许陶增谷女士特意邀请胡, 试作证婚人江东秀, 知道了死活不让胡氏去病说, 你要是去证这个婚, 你就别想回来, 胡氏苦苦恳求说, 我亲口答应, 那我不去作证, 他们就结不成婚, 江东秀板着脸说, 结不成才好, 这个婚根本就不该结, 胡氏也闲着脸说, 哎, 人家是离了婚才结婚, 他又不犯法, 怎么就不该结了, 江东秀说, 哪有这样的事离了老的讨小的, 个个都这样, 这不是黑了天了别人怎样, 我管不着, 我就是不让你去, 说着趁胡氏不注意, 从衣裳口袋里, 掏出钥匙啪哒一声, 锁上大门自顾自的倒, 别人家倒麻将去了眼看大婚, 那时间挤到胡博士急得直跳脚, 胡氏离开中国后, 在美国做了几年育工, 那时, 他不拿工资, 境况不好, 江东秀却仍然天天沉迷于麻将桌上, 碰到四缺一, 麻将打不成, 胡氏就到处打电话, 替江东秀找麻油, 有老朋友骂他没出息, 被小脚女人管成这样, 江东秀却理直气壮地说, 他一个大教授, 现在不挣钱, 家里一应开销全靠我牌桌上的收入, 我要是不打麻将, 他就要饿肚子。 几十年夫妻坐下来, 鼠兔的堂堂大教授胡氏, 就是这样被鼠虎的小脚女人, 江东秀管得服服贴贴的, 而江东秀的脾气到老也没有改, 1962年2月, 胡氏突发心脏病去世, 江东秀一个人平静地生活到85岁, 在台湾无疾而终。